嗨大家好,我今天要來介紹這支筆 這支筆是三文堂的 Twisby Echo 這支筆是三文堂所有鋼筆筆款裡面最便宜的一支 我也非常喜歡它,我認為這支是市面上可以買到所謂堪用 以我定義,我認為堪用的筆裡面最便宜的活塞筆,非常喜歡這支筆 什麼叫堪用呢?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我的其他活塞筆 我這邊有一支印度製的鋼筆革命的這支筆叫做Guru 我覺得筆舌設計得非常粗糙,會漏水 我不知道是只有我的筆,還是每一支筆都設計得好,會漏水 然後它的筆管,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看清楚 這個地方做得非常粗糙,我覺得很醜 它竟然是透明的,可是又沒有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把它歸列為不堪用的透明活塞筆 但因為我喜歡透明活塞筆,所以我也不打算把它丟掉或是賣掉就放著 讓我的收藏筆看起來很豐富 這邊還有另外一支也是鋼筆革命,印度製的透明活塞筆 這一支的做工就比我剛剛那支菇武還好很多 但...也勉強算得上堪用啦 但是這一支筆要600塊台幣 然後我覺得它的筆件不是很好,它號稱是彈性筆,但是超硬 而且筆件要掛,當然買這種廉價筆 掛不掛筆件是要看運氣的,但... 買Twist筆的筆,不用看運氣啊 都很好 所以...雖然有更便宜的筆存在,但...沒有必要拿這些筆來讀運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支筆的外觀 這支筆呢...有一個六角形的筆蓋 它的筆蓋...頂端...筆蓋頂端...同樣有一個三文堡LOGO 它是...它是浮雕型式的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能不能把它拿到印章蓋 說不定可以,我下次給大家來試試看 筆蓋跟筆尾都是六角形的 然後這個筆夾蠻緊的,我覺得應該...效果不錯耶 夾的應該不會掉 然後筆蓋是懸蓋式的 跟所有三文堂鋼筆一樣,可以套蓋 套得非常緊 永遠不會掉,應該不錯永遠 沒有什麼意外,它不會隨便掉下來 因為它有一個...香蕉環在這裡 所以它可以把你的筆蓋套得很緊 然後把筆蓋拿下來之後,你就看到你的筆尖 筆尖有... Extra Fine, 極細, Fine, 細 還有...中、 Medium 跟 Broad 粗 還有 1.1 Stub 這五種尺寸 就我所知這樣,但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1.5,但在台灣我目前沒有看到有人在賣1.5 然後筆尖非常好拔 但是我今天不想拔給你看 因為...我以後會再做一些拆筆的影片 然後...筆管裡面一樣是活塞 活塞非常好轉 三文堂的筆它都會附送一些活塞的保養工具 讓你可以把它拆下來然後上游 但是...嗯... 基本上你買來的時候它就非常滑順 根據我的經驗,不太需要常常上游 它非常好用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數據 這是比它的活塞善模機制 就是根據三文堂的說法 就是你如果一般用一般的方法把活塞轉到底 插進去吸上來,它上面會有一些空間 但是你可以吸出...你可以吸進去的... 嗯... 墨水量大概是1.3毫升 你如果再把剩下的空間擠掉,像這樣 把空間擠掉 然後再進去把整支閉管都吸滿墨水的話 據說可以吸到1.7毫升左右 這個是我的筆記 有在Goolet Pants抽到的數據 1.76毫升,非常厲害 然後這支筆的... 筆記管最初的直徑部分是... 嗯... 12.8毫米 就是1.28公分 然後握位的部分是9.1毫米 嗯...我覺得這個粗細其實蠻好握的,非常好握的 然後...長度 不蓋蓋子的長度是... 13.16公分 然後... 蓋上蓋子的長度是... 13.88公分 然後如果把套蓋套在背後的話是... 16.75公分 然後... 重量的部分 筆身... 不含墨水 重... 13公克 蓋子重... 大概... 8公克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21公克左右 它是一支滿輕的筆 然後... 寫起來也很滑順 剛剛忘記說的就是... 這支筆... 葡萄蓋的長度絕對... 很適合握起來寫 呃... 我的手其實算... 蠻大的 所以我可以葡萄蓋寫 應該大部分人... 絕大部分人都可以葡萄蓋寫 但是套蓋起來呢... 因為它蓋子很輕 所以套蓋起來也不會覺得不平衡 也都很好寫 這支筆是... 三文堂 對不起...我字真的很醜 Echo 我的這支筆是... 初間的... B-Br 用的... 墨水是... J-Eck-Bahn Eck-Bahn 緬甸湖泊 差一點寫錯字了 不...不太專業 這支筆... 我覺得是... 非常滑順 我印象中聽人家說... 三文堂的... 筆尖是... Yogo 做的... 呃... 德國做的 所以... 我覺得還不錯 寫起來... 很濕... 很滑順 它可以製造出... 像這樣子的... 薛領的效果 而且它有一點點的... 粗細變化 如果你壓這個筆件的話... 是可以製造出一點點粗細變化 有些人可能會想要... 試試看它能不能... 倒過來寫... 呃... 我只能說這支筆要倒過來寫的話... 非常刮非常難寫 而且非常... 乾燥... 呃... 沒有辦法除水 所以... 是不太建議大家... 這麼做 真的寫... 很好寫啊 而且... 一字也沒多少錢 如果你想要寫細字的話... 就去買一支EF吧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這個是我的書寫測試 如果大家有... 什麼... 建議的話... 麻煩... 在底下留言... 呃... 或是希望我以後能夠... 測試更多項目... 呃... 我也會... 在以後的書寫測試項目裡面... 把它加進去...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 謝謝